好有人說馬歇二會送春暖到底是幫了國民黨嗎 當然後世的效應現在恐怕還必須要看一個人 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是賴士寶 他有說馬英九在講到中華民族的時候 脫口說出了中華民國 好另外在會談裡頭他也提到了九二共事的時候 也特別講到了各自表述 就是所謂的一中各表 借助性的口誤話題不斷 因此呢這就讓不斷唱衰馬英九的綠營人士 現在臉都已經被打得腫腫的 好不過呢前立委郭正亮他認為說 馬英九的角色就是醞釀出一個對話的平台 問題還是在於後續當選者 就是民進黨政府還有賴清德 另外就包含了習近平已經國民黨 還有民進黨方面到底要如何回應 好我們來看到國民黨方面的說法是 這個是國民黨團 他們呢反對台獨不支持台獨是 國際共識堅持親美有日合路的基本立場 在這個基礎之上呢 加強跟國際社會還有兩岸穩健務實交流 就能夠共創雙贏 好但是民進黨方面的態度是如何呢 他們提到了馬英九沒有辦法代表台灣人民 中共應該要跟台灣的執政黨交流對話 好另外一方面在政府單位的回應更不用說了 全部都是批評的態度 我們先來看到陸委會 陸委會強調對於馬前總統這一次跟中共領導人會晤的時候 未能向中方公開傳達台灣人民對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即民主自由體制的堅持是有違台灣社會的期待深感遺憾 好外交部發出的新聞稿則是提到了台灣人不關心非主流民意的主張 不過呢對於這個對岸學者來說 呃則是稱讚馬英九推動交流是所謂寒風中的暖流 好馬西二會給冰封已久的兩岸關係吹出了暖風 賴清德能否尊重台灣多數民意對於大陸人民懷有同理心 現在恐怕必須要藉由他520的就職演說 拉近兩岸之間的距離 當然外界都在等著看 好聯合報在今天提到的分析評論是說 馬西兩個人現在共同架起了一個中華民族的屋頂 也為台海指引一條和平避戰之路 現在就看即將上任的準總統賴清德 是否會順勢進屋拆除隱信 還是會堅持自立門戶的台獨路線 當然台海之間的安危就在他的一面之間 好接下來呢還有很多滿滿的細節 其實這當中大家都有關注到 我們再帶大家來看到 其實馬西二會裡頭馬英九在致詞的時候 他有特別提到兩岸之間堅持九二共識 而且呢也有引用了魯迅的金句 杜靜潔坡兄弟在相逢一笑敏恩仇 針對這個部分時事評論謝寒平就說 馬英九的意思其實就是我們已經見面了 一笑就把過去的恩怨化解掉 其實大家還是兄弟 當然兄弟之間就是齊力斷金 第一個魯迅在對岸的地位這個是不言可遇 所以他引一個對岸大部分人知道的這樣一個東西 這樣比喻容易更貼切 另外就是他用杜靜潔坡兄弟在 剛好符合現在兩岸之間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兩岸之間又有金門的衝突啊 又有台灣的海調船的士兵被 到現在還在大陸這邊還沒回來啊 然後彼此之間互相你過我的中線啊 我對你嗆聲啊 我們本來還要在前線實施實彈射擊啊 然後好像劍拔奴章的氣氛已經壓不下來 然後相逢一笑敏恩仇 那很簡單嘛馬英九說 現在我們兩個已經見面了 我們兩個就一笑 那過去的這些恩恩怨怨我們就把它化解掉 大家還是兄弟 那兄弟之間就是兄弟同心齊力斷金 這個話不會是馬英九對習近平個人說的 你覺得他在寓意兩岸之間的什麼 就是兩岸我們兩岸的同胞就是兄弟啊 那既然是兄弟的話 一些枝枝節節就不需要去考慮這麼多 一些過去的一些 你對不起我我對不起你我 我討厭你你討厭我這些都不重要 只要我們兄弟大家見了面我們在一起了 那就是把這些全部都忘掉 大家一起攜手共創的未來 我想這是馬英九最重要的一個表達 好針對這個馬席二會 在今天這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要跟淡江大學的老師李大中教授 一塊來視訊連線老師你早 主播早的觀眾大家早安 好老師我首先從這個馬席二會來做解讀 其實這當中有蠻多細節的 大家在昨天也有高度的關注 一直討論到今天 我首先想要問你的是 你怎麼樣看這一回的馬席二會 因為其實對岸是蠻高規格的 原本外界揣測 舉辦的地點可能是在台灣廳 或是福建廳 不過最後確定是在東大廳 好另外這個部分大家也觀察到了 其實當下是有鋪上紅地毯來相迎的 而且在這個大陸所派出的五個人代表當中 有三個人就是政治局的常委 這個在過去其實是沒有出現過的狀況 對我想這一次 習近平在接待馬前總統的這個 規格跟禮遇上來說 是一個非常高規格的 也代表說他對於馬總統 這一次到北京是非常的禮遇跟尊重 也很重視這一次第二度的這個馬席 會所傳達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意涵 所以我覺得他是相待以理 而且從陪同的官員的這個等級 跟習近平在接待的場合裡面可以看出來 那他是非常非常的慎重 那的確他也希望能夠傳出一個重大的政治訊號 就是希望這兩岸的和平 能夠兩岸關係那個和平的發展 能夠推動一些很務實的交流 所以這是在習近平方面是非常高規格 也可能是超乎原來外界的預期 老師那怎麼樣看 這一回其實這個馬前總統 他在這個談話當中 他有提到了中華民國 然後一中各表其實他也有特別說了 大家都說這個中華民國 他當下明明是看著這個稿子唸喔 但是一度是口誤嘛 所以呢有人說這個是口誤滿滿 也有可能是不是刻意為之 好另外一個部分 您怎麼樣解讀習近平在談話當中 其實沒有提到這個統一兩個字 另外呢又有人覺得說 他這回的這個態度似乎放軟了不少 對我想昨天在鏡頭面前 各位觀眾應該都有看到 那無論是口誤或是刻意為之 他基本上是馬總統是第一位 到大陸的客人裡面 當著習近平面前提到 所謂的一中各表 而且據說是兩次 除了公開在鏡頭前面之外 後來在閉門會議裡面 又再度提起 馬英九前總統應該是 他希望能夠還原 1992年原之原位的九二共識 就是雙方以各自表述的方法 堅持所謂的一中原則 那事實上在去年 馬前總統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 已經當著國台辦主任送套的面 已經提過所謂的原汁原味 那這一次的層級更高 意義更是比上去年來說 是更加的重要了 就是當著習近平面 還原所謂的 九二共識原汁原味 那至於大家也很關心的是 那習近平這次的談話裡面 從鏡頭面前來看 我覺得他主要是在做一個 溫情的訴求 他提起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同屬一個民族 但是並沒有提到所謂的 一國兩制 而是他在強調兩岸應該要和平發展 推動各式各樣的交流 那沒有觸及一國兩制 我想這也是情理之中 因為這應該是雙方的幕僚 在事前所協調跟反覆確認的 最基本的默契 因為我們知道 一國兩制是北京對台的政策的主軸 但目前來說在台灣內部 是沒有什麼市場的 無論是對藍對綠的選民來說 都是如此 所以沒有提到一國兩制 我覺得基本上是一個 對馬前總統的一個基本的尊重 也可能是北京方面很審慎 很務實的一個考量 這後面還是有他的一個 很務實的這個考量在裡面 我覺得重點還是馬總統說 展現的強烈的使命感 他以前總統前元首的高度 希望能夠謀求兩岸和平 這也是他應該是在現任之後 最念自在自的 那尤其是大的背景 是這幾年兩岸的官方的往來接觸 幾乎是斷線的 更不用說這幾年甚至出現一些兵凶戰危 或是兩岸的敵意螺旋的升高 所以這一次馬總統 馬前總統去 我覺得他所要帶來的訊息是 昨天看得很清楚 他認為也在喊話 雙方兩岸雙方都有足夠的政治智慧 可以趨吉逼凶 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分歧 那其他馬前總統的關鍵詞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大概就是中華民族 兩岸的和平 中華文化 年輕人交流 特別提到兩岸的年輕人交流 以他的觀察是 渾然天成 這個欲罷不能 我覺得後面 彰顯出馬總統的一個高度 跟他所蹊跡的一個方向 所以這次的會談 大家基本上我覺得朝野 大概都還是比較正面的態度做應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天上 一會兒 直到3天 都選擇了